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个佛学知识 忤逆重罪 杀父 杀母 一个孩子如果把自己的父亲杀了 把自己的母亲杀了 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出佛生血 出佛生血 拿佛的名义去骗财骗色 庙里的东西偷出去 人家众生给的供养 你偷出去 叫出佛生血 破合合合生 破合合生 破合合生就是把生团里搞得一塌糊涂 挑拨来挑拨去 你们现在虽然没有破合合生 但是你们在破 居士生啊 对不对啊 你们不能在里面讲来讲去的 这是忤逆重罪 这要下地狱的 父母亲怎么不好 你不能杀的 现在年轻人杀父母亲很多的 看看妈妈已经不行了 在医院里了 跟医生说 医生啊 我们不救了 妈妈死掉了 你也叫杀妈妈呀 所以过去这样叫忤逆之子 就这个人啊 就是非常不地道 不正规的 所以像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身亡极乐世界 还有吗 就是诽谤正法 佛道在人道中求 其实佛在人道中求 你看你要求佛道 你要在人道求 你到畜生道去求啊 求得到吗 你到天道去求 为什么求不到啊 太享受了 根本不听啊 只有在人道 苦乐参半的人道当中 你才能求到佛道 三世诸佛在人间成佛 三世诸佛就是所有的佛 都是在人间成佛的 你们不要看其他人 你们就看看我们伟大的佛陀 是不是在人道当中成佛的了 所以智慧多一点 好啊 因佛性而成佛 转繁心成佛制 一个人繁心很重 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佛制呢 要成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都看清 什么都看得简单一点 不要太复杂 你看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这么痛苦啊 太复杂了 什么事情了 你告诉我啊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年轻的时候 你们都觉得很多事情不得了的 你们现在想想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不是都过来了吗 哎呦 没生过孩子第一个痛苦啊 哎呀 吓死了 没生过呀 生了两个了 再来两个也关系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要转繁心成佛制 佛制就什么都看了 淡一点 三二道根本不能成佛的 如果一个人在烦恼当中 如果还不知道是烦恼 如知是烦恼 这烦恼便自动消失 也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知道自己有烦恼 你就可以想办法应对了 如果你今天天天烦啊烦啊 你不知道这是烦 实际上已经伤害你的心了 因为你钻在里面出不来 就伤害你的心了 你对某一件事情 一直钻在里面 你出不来 你一定伤害自己的心 所以忧郁症就这么来的 所以师父叫你们 不要对一件事情 一直钻进去 大家听懂了吗 你们有吗 人家讲你一句话 回到家里想五六天有吗 孩子跟你闹一下 你们一直想不通 我怎么样跟孩子再重新好啊 你忘记吗就好了 忘记待会拿起个电话 哎你好 跟孩子直接讲话了呀 你脑子里想着 我孩子会不会理我啊 我上次讲过他一句重话 他离开我走了 把门一关这么重 我现在隔一个礼拜了 我想跟他打电话 行不行啊 他会不会讲 你这种想了太多了 你就不肯拿起电话打了 你如果忘记了 我孩子根本不会寄我仇 讲过我们就算了 拿起电话 哎孩子啊 你回来吃饭吗 你心无挂碍 你做事情就很爽开了 我讲了对不对啊 很多人很好玩的 师父讲过他之后啊 我讲过他 你好羞啊 你这人怎么样 我讲过他之后啊 我讲完了 我没事了 我都忘记了 每一次看见我 师父 那个脸呢 好像亏欠 我好几次 他为什么这样啊 我走过的时候 我说他为什么这样 后来 哦 我都忘记了 你记住干嘛 你改嘛就好了呀 那对不对啊 你们都记住好了 脑子里不够用的 老年痴呆怎么来的 脑容量不够了 从小的事情记到大 把小的时候不好的事情 全部跟我忘记 泡在水里 埋在土里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没有经历过烦恼 碰到烦恼 你就会心神所失 就是没有碰到烦恼的人 你一碰到烦恼 就生惊了 兮兮的了 所以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啊 第一次谈恋爱 紧张得不得了啊 等到后来呢 骂呀打呀 你能想到最后吗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家来问我 哎呀 卢台长 我能谈恋爱吗 我已经看到到未来了 两个人打得来 像两个老鼠打架一样了 开始的时候怎么这么尊敬的啦 一结婚之后 大家都不当回事啦 所以告诉你们 扰乱心神 为什么叫心神不宁呢 心引导着你的精神 一个人心不定了 神不清了 实际上人家骂你 神经哦 就是你的精神不假 其实就是你的心理变态了呀 心理变态了呀 所以你的精神才会失去呀 在佛经上说 若知我空 谁受谤者 若知我空 你如果知道 人到最后都是空的 你们年轻的时候 这么多的事情 到了最后全是空的 忘都忘记了 谁受诽谤啊 你们小时候 被人家诽谤的事情 你们还记得不了 不记得了呀 因为你早一点知道 到最后都是我空了呀 那谁会受到这个诽谤啦 所以佛经说 若知无我 烦恼何生啊 如果你知道 这个世界一切都无我的 生出来 连个名字都没有了 死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走的 你烦恼哪来呀 你今天想一想 我走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走 你拼命要去 要干嘛 无所谓的呀 想开一点了呀 若知无我 烦恼何生啊 你们知道 最后你没了 烧掉了 就剩一个小盒子了 你有什么烦恼了 你知道你一辈子 都是空的 什么都得不到 你被人家骂几句 谁在受那种诽谤啊 没有人的呀 诽谤到最后没了呀 结束了呀 你空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谁诽谤谁呀 所以心落不生 如果你心不要生起 有人要诽谤我啦 嫉妒我啦 恨我啦 心落不生 静置如露 你境界 如露不动 老公指着你骂的时候 很多女人说 你看 就是骂你自己啊 你就是这些毛病啊 你看你看 你还骂自己 你不要讲就有本事了 你冲着他看 就是骂你自己 这叫本事了 不要去讲 骂别人的人 我告诉你毛病 自己都有的 说人家神经病 他一定有点神经病 这是我告诉你们的 万静本闲啊 这个世界上一万个境界 本来就是闲无事的呀 叫万静本闲啊 这个世界有什么事情了 万静本闲听得懂吗 世界上所有的境界 只是一个过程 像小时候 很多的境界 本来都没什么事情的 搞啊搞啊搞 你们有没有这些体会啊 一件事情 嚼舌头 好像天大一样的 吃饱饱 没事干了 本来所有的境界 本来就是闲着的 唯心自闹啊 就是你的心在闹啊 你的心不动 闹什么啊 就是你的心在闹啊 闹腾啊 不停的闹啊 闹啊 闹啊 闹了好受了 闹了开心了 闹到最后 还要自己自圆其说 不是你自己闹出来的 那么家里先去 左讲右讲 讲到后来 这么一点点小事 算什么事情啊 你告诉我啊 所以我有时候 经常跟你们孩子讲 你们以后碰到什么事情 想想你们的师父 事情是不是比你们大 比你们多 你们算什么了 这点事情了 人家讲你一句话了 不得了了 马上就当回事了 你都不要去理他 你想生气 天天生 对不对 气不过来的 这个世界上 谁都可以让你生气 连看一样东西 你不顺眼 你都可以生气 什么不能生气啊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你眼睛当中 有几个看着顺眼的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佛法 就有道理 你看我把这么高深的佛法 文言文 给你们一翻译 给你们一讲 讲得你们都笑哈哈的 嗯 我 感谢观看